陳前總統的媳婦黃瑞靖 他昨天晚間出席一場慈善晚會 外界關心他的先生陳志忠 是不是有意參選高雄市議員呢 本來黃瑞靖是不想多說的 但後來他終於鬆口 他說如果陳志忠投入政治 是公公陳水扁的願望 那他願意體諒 一席高雅洋裝 黃瑞靖已擔任南臺灣婦女安全聯盟 親善大使的身份現身慈善晚會 但外界關注的焦點 還有先生陳志忠 有意參選高雄市議員 身為太太的他贊成嗎 支持那個這種選議員 他好像怕您鬆口說 他要選小港前陣 今天不談政治 原本始終沉默 不願作出任何評論 但或許是真的 有些心裡話想說 最後還是鬆了口 對 十字家庭 對 十字家庭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來解決他的一些決定 我只有我自己的角色 所以他做什麼都會支持他 對 如果就是我公公的願望的話 我就是會體諒的 坦言政治世家真的不輕鬆 但對於先生有意延續上一代經驗 未來投身政治的規劃 或許身為另一半的他 已經用體諒給予最大的包容 民視網站環建議 高雄市報導 達了 醫生